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才那位提問正正好引入了我們下一個主題演講的嘉賓 馬上我們就請來香港江海大學人民及社會科學院的蘇維初教授 蘇維初教授 你不要看他看來很年輕 我也是當他是我的前輩 他可以說香港研究民國史都是相當有資歷有聲望的一位前輩 他今天跟我們講的題目就是從甲午戰爭去看中日兩國的現代化 我的題目是從甲午戰爭探討中日兩國的現代化 其實剛才梁教授、墨教授已經解答了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現在只是補充 他們兩位已經從軍事的角度 和其他方面說出 羊毛運動和明智維新 究竟為什麼一個成功一個沒有那麼成功的原因 我現在再補充一些有關甲午戰爭 是不是象徵了羊毛運動 是不是不成功呢 明智維新為什麼這麼成功呢 或者我在這一方面補充我的見解 其實如果要比較兩國的現代化的歷史 我相信我都是沒有這個資格的 因為我對日本的現代化 我也都沒有深入的研究 大家或者去到書局也都會發現 其實就算在現在這個時候 除了個別的論文 有討論到中日現代化 即是十九世紀這個現代化的問題 除了個別的論文 如果用一本書或者學術的研究 相信現在都不是那麼多 或者基本上是沒有的 中國大陸的市家 其實都出了很多有關中日的問題 尤其抗日戰爭 中國社會科學院也都出版大量有關日本的書 但有關兩國的現代化這個問題 我相信是比較複雜的 有待我們年輕的歷史學家 就更進一步去探討這個問題 剛才麥教授叫我做前輩 大家都知道我已經太老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再將這個問題 再大進一步 所以有待年輕的歷史學家 再比較一下中日 在十九世紀的現代化 隔五戰爭是否象徵一個失敗 一個成功呢 這個問題 或者我們還要深入去探討 我只是在這裡 就很簡單講出自己一些見解 以及綜合一些市家的意見 以及一些 我從一些比較叫經濟人口的角度 就看看這兩個國家 在當時面對的是什麼問題 我沒有預備PowerPoint 我只是只講 所以希望大家容忍一些 因為現在如果用只講 其實在香港會絕對失敗 除非你在其他一些學術的地方 還有一些老人家都是只講的 所以希望大家容忍一些 有關這個問題 如果從軍事角度 剛才麥教授、梁教授都已經很清晰地講解 從軍事角度 中國是在艦隊、陸軍 其實都出現很多問題 其實這個隔五戰爭 如果大家再詳細去分析 究竟這個戰場有多大呢 我相信也有多大 就是由朝鮮、現在的東北 就是當時的滿洲 包括現在的山東、威海衛 所以那個戰場是非常之大 但是每一個戰場 包括黃海和威海衛 整個北洋艦隊被殲滅的地方 都是中國是輸了的 現在說一次的失敗 可能是意外 但是你數一下每一場戰役的失敗 你就知道這個絕對不是意外 所以值得我們中國人去深刻思考 我現在帶出幾個要點去深刻思考 其實早期Rave Powell 在1955年已經 或者利用了西方的資料 已經提出我們中國的海軍 有出現什麼問題 陸軍有出現什麼問題 其中一樣就提出 我相信現在引起很多共鳴 就是這個學者有說出 就是中國從上都下都有貪污 所以引起中國在甲午戰敗 或者大家回去數一下 究竟有多少場陸戰和海戰 我們是失敗的 有關甲午戰爭一書 是否象徵羊毛運動失敗呢 這個問題其實在現在中國大陸市 基本上是這樣看法的 其實羊毛運動或者志強運動 甲午戰爭之後是繼續推行的 沒有說停止過的 那麼羊毛運動 正如梁元生教授所說的 是其中的一步而已 現代化不是說 你說輸了一場仗 現代化完全停止 這個絕對是不可能的 所以甲午戰爭 我們不應該就當是現代化停止 其實大陸市家已經傾向了 將甲午戰爭 沒錯 是象徵了一個好像羊毛運動 沒有那麼成功 但是現代化是繼續下去的在中國 那麼有關這個軍隊的問題 其實在Modern Asian Studies 1996年有一位學者叫Alan Fong 已經提出了一樣 他比較了中日的軍力 他覺得無論大炮 即各種的大炮 裝備 中國一點都不弱過日本 一點都不弱過日本 上層的領導 包括了將領 也都不弱過日本 他提出一兩樣東西 或者都值得我們深刻思考 他說其實在基層軍隊方面 是訓練非常之不足的 每一次戰役 為什麼在六戰 中國軍隊打幾炮 每個人都 那些軍隊 那些士兵 即逃跑的 這一方面就引起慢慢地研究 他就覺得其實這些訓練各方面 就有問題 還有在每一次六戰 中國集中的軍力 雖然經常說我們中國人多 每一次集中軍力 跟日本軍隊鬥 每一次集中的軍力都少過日本軍隊 我在這裡 因為不是說軍事 所以希望大家回去 找回Modern Asian Studies 兼喬大學出版社 1996年的這篇文章 作為一個參考 可能對大家 對隔五這場戰爭 可能會有一個新的角度 新的想法 我只是從一些經濟的角度去說 我從人口、土地和經濟的狀態 其實在我們中國 在雍正年間 即是何炳帝1959年的書 也都列出人口 1741年有1億4千萬左右的人口 在1800年在嘉慶 1741年在乾隆王 1800年在嘉慶年間 已經有2億9千萬的人口 其實人口是急劇增加的 所以大家教中國歷史 經常都教太平天國 立即講農村方面的問題 尤其是貧窮 廣西方面貧窮的問題 以及農民的生活問題 為什麼可以這麼多人參加太平均 可以說人口的壓力非常之大 而土地的增加也是很緩慢 在1750年 在1750年大家用ACERS去比較 即是英某 大概1億1千萬 去到1850年都是1億3千萬 人口倍增 如果土地增長這麼低 那大家只要回家 想想想 如果你結婚了 你養一個兒子 或者養一對兒女 或者養三個 你的壓力是有什麼分別 在香港的狀態之中 那你就完全明白 這個壓力的問題 當然當時中國政府 不會這麼詳細 好像我們歷史學家 坐在冷氣房間 把所有的東西聚集一起 就覺得原來是有這樣的問題 當時中國政府可能 不是很了解 所面對複雜的問題 或者我們又看看日本又如何 日本其實 即是說在1600到大概1700的時候 其實日本的人口的增長 就是1600到1720的時候 日本人口增長的速度是比較快些的 但是它這個增長速度是比較和平和統一的狀態之中 它踏入了1700 即是18世紀 踏入了1700到19世紀的時候 人口的增長是緩慢的增長 所以在這一方面 即是當日本在明治1868年 明治維新之前 它面對的人口的壓力 跟我們中國是完全不同的 那這些呢 我只是把那些數字加加起來 我就發現 原來我們中國面對的問題 真的不是簡單 我們就是批評中國 即現代化不成功的時候 或者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即社會 人口 土地的問題 養起一頭加親 真的不容易 三個子女的時候 你就知道 各個子女都要出個讀書 那你自己就計算一下那條數了 這個人口的問題 去到1800年 日本大概都是3千萬 由1720、2030到1800年 都是停留在3千萬 究竟這個為什麼是3千萬的人口呢 我不是日本的歷史專家 所以我沒有辦法提供意見 我只是轉述一些美國研究日本歷史的專家 例如Peter Dewars 他覺得暫時仍然都沒有什麼資料 可以解釋到這個 為什麼日本的人口 就是停頓在這個階段 那1800之後 它就慢慢上升 但是在這個 由1600到1800之後 去到明治維新 日本那個的土地 是慢慢也都增加的 所以其實它是配合了 它完整地配合了日本 當時那個的準備現代化 那種的經濟的背景 所以或者在這一方面 我們中國 即是坦白隔五我們失敗 我們當然可以用很細緻去 從軍事角度去研究 但是我們從一個大的角度去看 原來我們的國家那個負擔 真是一點都不小 而且如果我們再從日本 即是說1868年它開始明治維新 日本的預備的情況 即是對經濟發展預備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其實很多西方研究 日本歷史的學家 學者 由60年代80年代 我早就已經說了 甚至有些人提出 日本現代化的成功 就是Tokugawa Legacy 是德川幕府遺留下來的一筆豐富遺產 所以令到明治維新可以成功 它已經是非常之在德川幕府那個年代 已經是非常之urbanization 城鎮化了 另外就是商業化的速度是很快 你只要想一想 剛才兩位學者也都有講過 中國的庫源實在太大了 日本這麼小 它是集中的 它由江戶這裏 去到京都、東京、大阪 這裏全部都是商業化的地區 所以它已經鋪定了路 在經濟上 可以令到明治維新 踏出重要的現代化的一步 而我們的中國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想 都不需要詳細研究經濟歷史 我們的所謂高度發達的地方 但是我們的統治區域非常之廣泛 每個地區經濟狀況都不同 所以有些人說 我們看中國究竟哪個中國才是真 你拿一塊廣東省、廣西省也是不同 這個其實大有道理 但是日本是真的非常之集中在這一方面 好了 另外我也都希望提出一些東西 就是有關領導層的問題 有關領導層 其實我經常都看回晚清的一些 有關一些學者的著作 因為我對現代化這個問題 都有少少的興趣 因為它雖然是民國那方面的歷史 只是拜了一些時間 但是因為民國經常都沒有機會去現代化 所以我看看之前那個現代化 究竟起了什麼問題 令到民國的時期的負擔更加重 其實我們看回中國的現代化領導層那方面 美國一些學者 例如Peter Dewey都有說一件事 其實整個明治維新是revolution from above 是從上而下的革命 所謂板直歸還 即是將大明那些土地歸還回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廢除一些地方的各種的繁俗等等 這些方面都是象徵了由上面一些的革命 就不是孫中山搞革命那些 它已經是上面的革命 上面的革命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上面那群是不是一群的精英分子 這群的精英分子我發現 全部年輕人 第一 大狗寶利聰 從1868年我大概計算到它都是三十幾歲 三十八歲 西鄉龍城比較老一些都是四十幾歲 木戶孝韻33歲 伊藤博文大概都是二十七歲 全部是年輕人 年輕人就是搞了這次的革命 我不是說年輕人一定是搞得成功 而這群年輕人 其實如果大家再慢慢拿多些資料 他們對西方 例如對英國 特別的喜好 他們覺得我們應該要學習它 另外例如他們一早 1871年 已經是五十歲左右 李鴻章是年輕人 一些年輕人 三十八歲 但是當曾國藩過了身的時候 他都四十幾歲 但是這一群人 慈禧大學當然很年輕 但是慈禧大學屬於保守派 這一群人 尤其是李鴻章是代表了人務運動 就是最重要的人物 因為他的壽命是最長的 比曾國藩、比佐宗堂 他的壽命最長 所以隔五的失敗 李鴻章的責任是走不了的 治強運動有什麼差錯 李鴻章也要負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在這方面 我們只要從領導層的人物 他們的看法 我們都可以略知一二 這個現代化 將會怎麼走 其實我也很期望 中國社會科學院 寫了這麼多有關日本的歷史 對這些人物的研究應該有 不過當然 立轉有時候有很大困難 例如伊藤博文 例如大衛松遜 立轉 可能都有很多政治上的問題要看 不過現在已經比較開放這麼多 希望以後可以更進一步 研究一下這幫領導層的人物 就是對西方、對英國 為什麼他們能夠投身於裡面 能夠覺得我們可以完全認同 我一次就很多年前去薩波羅 其實去玩 薩波羅就有一個 隔出了一個北海道開拓之村 這個開拓之村我又走進去看 我一看 這個雖然是邊緣地區 當然不可一概而論 我只是講一個印象 就是我覺得他很多建築物是很西化的 另外一樣就是北海道大學 他的前身 他第一任的校長 就是有一個前身 其實是薩波羅的農業學院 他是William Clark 是一個美國人 是日本政府聘請回來搞這個薩波羅的 Aquicultural College 後來成為北海道大學 你看看日本人 在當時現代化的觀念 是多麼能夠和西方接軌 你再想想我們中國 當時究竟有沒有辦法做到這個地步 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 大家去窄房 Sappolo就是窄房 希望大家去看開拓之村 那種西化的形式 可能在印象之中 能夠得到一些形象 究竟日本為何能夠現代化 比較成功一些 而我們中國好像現代化 要去到1978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才開埗 這個希望值得大家去想一想 另外當然改革的層面 剛才都有梁教授、麥教授都說過 如果從改革的層面 日本更加領先 1889年的頒布憲法 你還在務述政變還要談論憲法 還要等到慈禧太后1905年才派大臣出國考察 如何頒布憲法 還要到1911年之後 簡直是沒有機會 才想著正式實行憲法 你看見日本1889年已經頒布憲法 跟著他整個司法系統都是用西方的形式 建設他的司法系統 跟著教育的制度 雖然他仍然保留很多傳統的東西 但他也開始大量傳入西方的東西 我們孫中山搞革命 其實很多都是學習日本 包括汪精偉 其實他都是看西方的 有關西方的歷史 其實都是從日文翻譯而來的 所以我們中國那方面 現在的現代化或者治強運動、羊毛運動 為什麼比日本的明治維新 比較信息這麼多呢 為什麼隔五戰爭 我們是處於一個失敗的境地呢 而日本能夠這麼成功呢 我相信這個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 當我們想回這個隔五戰爭 每一個中國人應該再審視回 就是說從羊毛運動以來 當我們每一次跟日本比較 為什麼人家先行幾年或者十幾年呢 為什麼人家這麼容易 這麼快擁抱西方的東西呢 為什麼我們這麼困難呢 我相信從這幾方面 我們或者就會得到一些的 意見 就是為什麼我們中日兩國的現代化 一個比較不是那麼成功 一個比較是成功的 另外因為時間無多 我只是再總結 或者這個隔五戰爭 或者長遠帶來了什麼的問題呢 其中一樣我想帶出 就是有關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的思維 其實隔五戰爭之後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三國的干涉 就是德國、法國等等 三國俄國 三國的干涉 日本馬關條約 那時候要併吞了我們中國的遼東半島 它要交出來的 這一點呢 就令到日本人 覺得自己呢 就不是西方俱樂部的一員了 那一九零二年 它是英日的聯盟 這個聯盟呢 也都象徵了一些利益集團的結合 但是這個聯盟呢 並沒有令到 日本和西方國家 是平起平坐 我想帶出呢 就是一個種族的問題 其實直到以至世界大戰呢 白種人、黃種人、種族呢 在整個世界歷史呢 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當然不是好像我們現在看回 世界種族問題應該逐漸去解決 美國的黑人問題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嚴重 一九四五年之前 以前之前 或者甚至去到六零年代初的美國 大家都知道 種族的問題 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們到歷史 經常都忽略了這個種族的問題 日本呢 就經常都希望 就是 一會兒黃天先生 或者都會說 脫亞倫 跟亞洲脫離關係 但是 西方人 是否擁抱日本呢 可以說一樣 十九世紀尾 美國的加州 經常都排斥日本人的移民 去到一次世界大戰 日本參加好像戰勝國的行列 去到巴黎和會 日本人提出一件事 其實日本人都不是為了其他 有色人總是為了自己 希望自己的移民額多些 希望自己的國家 和其他西方國家平等 所以他提出一個 在巴黎和會提出一個 就是種族平等的議案 誰知道美國總統威爾遜一看 不要不用提 其他西方國家 各個都 都不重視 最後整個議案 不了了之 等於沒有 你去到1919年 我們經常說 我們五四運動 是由於這個原因 就是要將德國山東權益交給日本 日本人其實都吃了很多的悶棍 三國的干涉 在馬關條約 如果大家有留意 他們國內都很多的反省 為何被人這樣 等等 去到1919年 他站在戰勝國 他們提出的種族平等議案 又是被人撥開一面 接著1924年 美國的移民法例 將日本的移民 和埃及的移民 同樣的等額 致問一個亞洲的強國 他可以吞入這一口氣 所以這個大亞細亞思想 逐漸地形成了 隔五戰爭其實都引起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 不過由於時間方面 所以或者我帶出一樣 他比較長遠的種族的問題 其實希望大家度歷史 就希望從一個廣闊的角度 種族的問題 就是一個大問題在二戰之前 還有中日 日本受到西方人這麼多欺負 中日為何沒辦法團結呢 這個也是大家值得深思的 多謝大家